大家好,我是Shenix,为大家带来Exxon2 Long World 2的游戏开荒之病 我们上一期应该是做了一个好像是黑客任务 那个任务也是当时我记得是奖励了临近去接触降低33%的一个东西 我也是特意看了一下,那个是在应该等于是在上上期接到的 应该是在东欧那边 然后呢,我在上一期接触的时候等于是没有发现有奖励 所以说感觉上很奇怪 不太清楚是 我猜可能就是跟我们临近的一个已经接触的区域 可能是我猜是重复了吧 所以说这个奖励是没有没有生效 可能是这么一样子 像这边呢,等于是我在接触完 现在我们这个等于是这个Faceless任务 或者说是见点任务应该是在东非 刚刚接触,我是接触完之后 我是马上放了一个等级稍微高点的Shinobi 果然是,就是直接是触发了这个任务了 当然有一点问题,我现在只有三个人 可能是,也就是说这个任务中有两个Faceless 或者说这个Heaven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有 一共有五个抵抗军人员 等于是这个五个人里边有两个人都是敌人的间谍 而且能听见已经,就直接变成Faceless的声音在,这个Faceless在走啊 这个有点,有点吓人 我觉得这个任务我们打不过 可以打一个敌人然后撤离 我觉得要是都打的话可能是打不过 或者说是Leon可能是又要被打进医院 而且我们主要是我们队伍中这边是四个人啊 我觉得众不管的话Faceless这边也是变了11滴血 等于是生家里滴血 可能Leon跟那个激光武器没准能把这个打掉 然后这两个人呢需要我的部队是直接 就是overwatch,直接给overwatch掉 要不然的话还是会有会有问题 反正我们人太少了,而且还要SMG在 这是一个,这一个炮的有四个敌人,真的是好恶心 OK 呃 天 这样估计这个黑问就直接废掉了 因为会死人 重视都是 都是次要的 还好是这边等于是有,但拿一个SMG 这 我估计呢是直接要把这个Faceless给晃住 然后这个重不管 这个Gunner呢 他可以爬上来啊,但是他会有SMG吗 他站在,他可以站在这个楼下,可以直接是弗兰克射击我 这样我估计会死一个人,而且还是激光武器死掉 这就是我的,就是我走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想到会,就是这么爬上的时候会,会,会把这位敌人给激活 是我就是太没有耐心了,不过 这个任务我觉得也是,就算我有耐心的话也是很难打过,因为我的人数太少了,还有SMG在 这个我估计就直接,我要直接去 我站在 这个地方的话 敌人是没法flank我 这能不能把你直接打掉呢 好样的 但是还是不能确保前面那个人能能活下来啊,这个就是没有,没有办法了 嗯,这边呢 我觉得 利昂的眼睛不太好 我给他缓完之后呢,他还能攻击我 等于是你牺牲 让利昂陷入危险,还是说牺牲一个人 我觉得不要再牺牲人了 我觉得不要再牺牲人了,这个,这个抵抗 或者这个黑本是只剩下三个抵抗军了 再死人的话就 就实在是,连雇佣人的人都没有了 这飞斯里斯呢 他这是移动了一下 第二下应该是会直接跑到肉搏的距离里面 你能移动一下 这是一个全体的设计啊 还是活下来了 这样接下来怎么办 我估计是要利昂跟这个人 把这个飞斯里斯打死 91能打5到7的伤害啊 我觉得直接要打的话应该是还可以 这个刚那儿呢,我可以 我可以直接这么着flang一个 我估计可能直接是让 让你来这么打吧 看能不能暴击 这伤害有点太糟糕了 安排有点太厉害了 4到7的伤害 我觉得就只能攻击啦 没有 打了5点伤害 利昂的砍是 5到7 可是有可能打不死 我的伞弹枪攻击呢 是4到6 有时候砍更好一些 伞弹枪的一个好处呢 是命中应该不是 9之1应该是100 但是我好像跑上去没有那么近 这是不太肯定 还好啊是没有受伤 我刚刚被盾给扛下来了 我应该上弹了 这是我的问题 不过无所谓了 还好是有惊无险 能是给打下了 但是接下来呢 是应该是还有一组 Faceless加Officer 可是这个怎么打 可是这个Laser weapon 是千万不要死 死掉的话 就在那边坐了 我估计呢 就全员先 先走一走 没有人用掩体是吧 大概这么一样 我估计呢 是SMG在前面 等于是探到敌人的话呢 想跑也是会更好跑些 这边怎么怎么打 觉得稍微的离近一点 怎么有点上 市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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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没有激活 没有激活的话我直接是World Watch 然后呢 这个这个打不过啊我要我要撤离了 有一个Stun Lancer非常的非常非常危险 这可能是打不过的 这个敌人五个敌人我这边只有四个人 而且我没有死人 你要说我我死因为问题我死人的话 那是我我承认等于是我我打不过 但是你上来就这个任务就给我这么点人的话 我怎么我怎么打 人是一步跑不到撤离但是 敌人能跑多远呢 我觉得敌人也就跑这个地方了 Stun Lancer可能会跑到大概这个位置来 跑这个位置之后呢他能看见 能看见撤离地点以后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这边他能看哪里 能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跑到这来他看不见我 我跑这个地方来他应该是看不见我的 Officer应该也是 就算跑到这个地点来 他最远距离没有没有掩体 那是看不见我的 你怎么办我就可能会把你放弃 这个人是没有地方可以跑是吧 我站在这的话 敌人的 这是什么情况 我站在这的话的话 敌人还是能打到我 站在这的话敌人也能打到我 而且Stun Lancer是非常的危险 我觉得呢我要是站在这个地方 Stun Lancer应该是先把这个人打到 你呢我直接让你站到 可能这个位置下 下局是能直接 你从这个地方 现在Hunger Down下去 应该是大事也是过不来的 所以说你只能是这样的 希望是能 Stun Lancer他跑一步 希望不要看见我 这样他第二步的话就没法 没有办法了 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撤离地点不要消失 还好 之前有一次就是这个任务 我是拖的太久 我之前撤离东西已经消失掉了 结果是我全员又要封证 剩下的那些 就是敌人跟Faceless 这有机能办法 可能是 只能撤退了 我真的不太清楚这任务怎么赢 真的是 真是不太清楚 给我一个SMG 我觉得三把激光武器 每个人是一颗爆炸手雷 配一个 配一个闪光 我没准能打一打 但是 只有一把 一把Laser 然后还有一个SMG 一把 另外一把是普通来福枪 我觉得真的很难打 还有一个人拿的是烟雾弹 也是没有太大帮助 我觉得主要就是人太少了 可能我要是不安利昂 等于是安一个其他等级比较高的人 没准会有些帮助 这个就 就没有办法了 我估计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区啊 等于是这个地区是目前敌人的 艾斯文的力量也是很高 倒是捡了一些 一些物品 等于是 我之间应该是放了一个人在intel 一个人在recruit上 等于是那两个人都是 都是敌人间别 电梯老出bug 我觉得现在呢 就这个地区实在是人太少了 我就全员放去recruit 然后这个地区我就不管了 因为敌人的力量也是很高 我就算扫出肉的话呢 也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这个地区就先暂时不理你 直接是先把我的人员力量壮大了 我还是先在我其他几个已经接触的区域呢 先去去做做任务 这边力量也是到了4 好像之前是有一个 有一个supply raid 我是没有没有管 也是到了4 不过这没有关系 只要不到5就是还还好 因为你把这个地区解放后 会把当前区域的敌人力量是直接削减4 然后剩余的力量呢 是会逃亡到你周边的地区 等于是现在只要是不到5的话 就可以把就是可以把敌人的力量是很有效的削弱 要说到5以上的话呢 等于是你还是会 就等于是让敌人这个力量会 还会还是会跑 虽然说从结果来讲都是削弱了敌人的伺点力量 但是我不想让做这个任务之前呢 让这个敌人的力量更多 会比较 任务会变得更难 像大概就这个样子 这个地区我真的是没法管它 先把这个A路易扫了 最近也是很缺 14个还是蛮不错的 这是给给盔架没有用 我估计接下来就还是去去扫任务 现在好像是没有没有什么部队在外面做任务 嗯两天就有点 我觉得这个地区敌人力量很高的话呢 我可能 我可能我做 我去这个西欧 我可能多做一个任务 把把敌人的力量等于是给吸引到这个区域来 我有其他事情要做吗 应该是没有 呃 Western US 这边一个人去 顾人 另外的人还是随着Intel 像之前 42 之前好像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地方有Face list 这个地区应该是暂时没有了 其他的还是先拿士兵去管一管 我记得好像之前是Supply Drop好像减了一块钱 有时候可能是 肯定不是我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没有人 应该我猜之前啊 是这个地区加了一些钱 可能是这个地区是有 还有一个Face list 但是我这边有士兵在 但是我这边有士兵在 可是还是没有 是没有侦测到 相对于是 这个就无所谓了 接着还是接着扫着好了 四天 嗯 为什么老给 老给科学家呢 我现在不想要科学家 这就没有 又是科学家 这个战役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应该是主线任务 我觉得可以不做 但是给35intel目前也是intel很缺 我现在就是 我感觉上我最缺的就是intel了 这种质疑的一个事实 我觉得呢 我现在的intel可能是攒起来 我把这个任务做完之后呢 我可能我要 我先把这个任务出了 毕竟是给一个intel 这边的解放任务的话 嗯 这样我的滚那地儿啊 这个解放任务我觉得可以做 因为是 反正也是没事儿 没事儿闲的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现在能做 能出的 breadford可以升级 redfield在 breadford跟redfield 他两个人是 是什么关系 不是什么关系 是在哪个小队中 你这等于是 我的B小队 这是我等 等于是一个打杂的小队 这是我的A A team 但是他现在在出任务啊 应该是已经 等于是 shepard他应该是 she officer 等于是他现在是major等级 这边呢是captain captain是什么等级 这么一个major 可能是major 比captain等级要高吧 这些等级 又是不太清楚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两个captain 等于是先是 从lutani的升到captain 然后是major 然后是kernel 最后是commander 这样等于是我就先把 我可以 其实是可以再升 我的 这个gts的这边 10人入侵 就是前入是要什么等级 需要kernel等级去解锁 也就是说 这边呢 brightford再升级是 lieutenant kernel等于是等于是我要再升两级 是才可以去解锁我等于是gts的一个 下一个升级的那么一个科技 我觉得你就先去升级吧 先把你的等级先提升等于是 我要是能尽早能出现一个kernel等级的office的话呢 是可以提前把这个东西给买下来 方便有之后一些大型任务的等于是一些潜入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关系 另外呢 这个pcs现在可以150块钱 说实话信价比不是很高 因为lunware中你士兵很多 也是并不是说所有士兵都会受到这个pcs加成 我估计现在能能受到加成的应该是只有我的ranger 应该是只有ranger跟a salt 他们俩的等于这两个职业的我给他们安的差价应该都是可以 可以受到这个影响的 其他人安的东西应该都是一个固定属性的 你升级pcs的属性的话 它是不会影响的 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很低啊 估计就可能是让每个队伍的ranger每只能提升一两点凝重 150块钱实在是不是很 不是很理想 Stay with me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用 因为一般战斗中你要说失控的话 你流血 这个士兵在地上躺着 直接是 等于怎么着 在慢慢的再死去 我是觉得更加的费心 你要死就直接死掉了 不要在地上一直一直流血 流个几回合 然后我还分神 最后你还是死掉了 总之就这样子吧 这个我就先 钱的话呢 我应该是 这个好了之后 应该是会起一个超能力实验室 别东西 我应该 我应该 我现在应该是我的 我的武器造怎么样了 好像武器造已经升级的差不多了 那些问题 所以 好像已经在研究了 我估计 我估计就暂时这么一个样子 基地内部的一些训练 这个训练我也是特别的 就是没有准 因为我非常怕就是你没有 没有规划好导致一些 这等于浪费一些时间什么的 像现在呢是这个小队 Extreme Light我觉得 不是特别的有挑战性 我觉得这直接是用我的这个 这个叫三流的队伍吗 也是三个队伍 等于是你的最好的队伍 是留着 留着出主任务 这个第二小队呢 可能是留着做一些 一般的任务 第三这个第三的小队呢 就直接是 打杂就好了 像这种任务 就就是打杂的 这样还是狼子 我整理一个部队 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 我们回来 由于这个任务 它的剩余时间不是很多了 所以说我决定呢 还是你多来点人 然后用Boost的仪式 去做这个任务 这任务呢 是给35的Intel 作为奖励 Boost的东西呢 花25 觉得还是能净正实点 也是不会说很亏 也是能顺道呢 练练新兵什么的 估计 就是直接是 大概这么一样的了 目前由于是我的一个 我的主力小队 等于是在做主线突袭 就是敌人的基地的任务 所以说我其他小队 目前出任务的话 人员就是不会很固定 这个会在我之后的 等于是把那个敌人的 既突袭给做完之后呢 是会得到一些好 一些缓解 但这个也 也不能算是主线吧 等于是你在完成之前呢 它算是主线 完成之后呢 这个就是 其实上相当于是选择性的东西了 你只要是 解放了一个区域 就不用再解放多余的区域了 我只是觉得 我比较喜欢打这种大型任务 所以如果是都会有条件的话 是都打来打 这样就不管了 我们接着去扫就可以了 我现在想法呢 还是 这边敌人力量很多 然后之前好像还有很多的 faceless 所以说呢 想法是直接 这边多做的任务 把这个敌人力量等于是给分散一下 想接着扫描 周周是学会了shoulder 周周技能很不错 但他三级技能可能是差一点 绑八的可能 没有什么用 像可以还是让周周学a 等于是你在一些不太好的情况下呢 可以直接hunker down 下局是可以增加20的命中 从而是能增加你的 就是一些像rapify的一个命中率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已经aim就是 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优先级很高的一个awc技能 我觉得先放一放吧 看看谁还能去学别的技能呢 bb的话lowcom说实话不是特别的 我觉得硬处不是很大 因为你虽然说 assault是有就是有时候你是利用一些技能 像clusing counter什么是可以对一个目标是连续攻击两次 但是我觉得不缺这10点的命中跟跟暴击 基本上你在发动clusing counter的时候呢 基本上这两个数值都会达到100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先价值 kidico呢 也是技能不是很好 shinobits先算 看下grenadeer fortify可以尝试学一学 这边等级不是很高 v2survive倒是一个生存相不错的技能 sprinter 这是这个grenadeer是谁 Lieutenant 这应该是我练的新兵吧 这样 这是clair 可以学fortify 我觉得这个技能可以学一学 因为是能增加grenadeer 这是clair是grenadeer还是tinnico 这不对啊 这是chris 我觉得sault 我们总之是这个sault的技能实在是太差了 要不然我是想把sault技能是练一练的 但是这个技能实在是太差了 我估计现在就是练 我估计现在就是练 你是有一个 fortify是吧 让你练一练吧 就等于是那边的black side做的差不多 等于是我接下来我突袭完敌人的基地 应该会去做black side 可能这个期间我把这个alien encryption给他做了 做完之后应该是能去解锁下一步的主线 别的东西呢是还有 还有还可以研究 50的crystal我倒是很多 不过这个研究一下就直接是没了 可能我这个研究完之后应该是能解锁四级的武器跟 好像说还有护甲吧 别的应该是没了 Berserker的解剖 我没有记错的话真的是没有不会给什么好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我觉得先把这个我现在有多少intel57 不是很足 我现在短期有需要boost的任务吗 这种好像需要boost吧 这个需要boost啊 等于先给他boost一下 等于现在我的我的intel是不够了 我觉得还是等一等吧 这等于是我的 这个研究呢 我索性现在就是先研究以理论的了 这是等于是你之后的一个 像是第一个比较难研究的科技 等于是需要的以理论比较多 这样接着 接着扫 看一下haven的人员 有没有顾新人呢 好像是没有 这边是到了77 还有几天 还有两天10小时 他是狙击手吧 他是狙击手 我觉得我可能会把你优先练成我的主要狙击手 因为狙击手会花很多的时间学这个手枪 手枪技能术 总之我的就是杀不出手都会 我会让他们学这个手枪 你要是学了quick study 应该会非常的非常占优势 但现在我估计就不学了 可能是为后期做什么 现在我还是不想再花太多钱 等于是又买狙击枪又买手枪 而且在手枪这个技能术学 学到一些核心技能前 也是没有太大作用 我觉得就deep cover也是一个很好技能 我觉得先把shadowstrike学了 很便宜 而且还能可以看见第二集的进攻性技能 嗯 开听play挺好了 我们的 我是比较好奇 这个东西要多少的 多少的aloy 应该会很贵 找三个 还好并不是我想说那么多 但这个我就暂时就不造 这个我可能会优先给我一些 部队中就是可能是 比较 不讲受伤的职业 其他人可能还是去拿一些 就是我 埃斯康一开始的那个盾 应该是两点 这个是四点 现在是多了很多的 很多的保护 还是没有任务啊 接着 接着扫 刚说没有任务了 五天 smash and grab 可以 可以做一做 哇 这是什么情况 就两个人 我有人能出任务吗 周周可以出 嗯 还有一个assault 还有一个assault 但是 主要拿一个grenadeer 我先是多少 一个ranger 一个assault 两个assault 我觉得咱能不要这么多assault呢 咱们来一些比如说Gunner 还是121 我能再来一个 除了sault 还有谁 还是要sault 一个specialist 107 可以这么一个样子 extreme light也是6到9 应该不是会说是非常难打 我的 这边也是有核心的周周在 应该会非常的猛 但其他要说控不住的话 这个应该是 这应该是一个辅助层的grenadeer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等于是这边是可以 可以控住 然后周日就不停的射击就完了 但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带assault 就是远距离的输出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我觉得 比方万一 毕竟这个人 人数比较小的时候 你可能打的差不多的时候 知道了敌人的位置 就可以是让sault 自由的去转的杠了 但你在不知道情况下呢 随便转的杠还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这个队伍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这样还是两个字 我去整理小队 我们一会儿见 等我回来 现在呢 是这六人小队 基本上是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更新的武器装备呢 应该是有大家的PCS 等于是这些 由于是之前是新兵 我是给他们装备上了相应的 比如说这边的Compativeness 等于是可以帮助Orwatch 这个Gunner也是装上了Hyper Reactive Pupils 等于是可以增加 方便你在就是群体的火力压制情况下 等于是能再提升些命中 基本上总之就是 装备的东西呢 是跟我之前的思路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些游戏新兵是之前没有 现在等于是 给他们装备上 周周这边我是给他带了这个 就是一个盾 等于是升级了一下 因为周周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输出职业 我是不想让他受伤 所以说还是给你带上盾 好像是没有 就有点忘记了 没有假 我的部队应该是出任务出的比较 不表多 所以说这个夹也是没了 我估计呢就是把你保护的特别好 让敌人就直接是完全没有打你的兴趣 等于是能 我觉得会稍微好些 其他人我觉得由于是 这个任务应该不会很难 所以说暂时就不去 不去给他夹了 这样直接就出任务就好了 这个任务呢 其实就先暂时的 我就不boost 因为是时间是够用 假如说我在 现在应该是没有小队了吧 假如说我要是在这个期间 这个任务等于是在预选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下 总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小队等于是让他们放弃任务的 等于是并不会说是出现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这样基本上还是在这边扫描就可以了 给个Engineer 感觉上 这个区域的任务感觉很像没有 Engineer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啊 Rebecca还可以练集 我现在想练的是 等于现在需要的是 Rebecca是Captain等级 这边是Major等级 这边等级还在练 别人应该是等级都是比较 现在是比较低了 我们看一下整个 就是我们小队的 Officer的一个等级情况呢 Major 等于这个小队的 Fortify 这小队的Officer是谁 Chris现在是Captain 但是你要是再升级的话呢 是 才能到Major 另外的人呢是 Rebecca也是Captain 但是还要到Major 但是这个小队的两个Officer 他都没有到Major等级 所以说 直接是练一练 我觉得还是练这个Collector 我是 这边Major等级的Lead Back Example 这个技能呢 是带新兵应该是 非常好 等于是你在这边 Captain跟Major 两个等级的技能 你学完之后带新兵 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我觉得我能想到的 最理想情况下呢 是用这两个技能呢 去带 就等于是这个 Haven的一些恐怖袭击任务 像打那些Faceless 等于是你用这两个技能呢 是可以提升你的 一些抵抗军人员的作战力 但是呢 你要想练到这个等级 还是要前面要投入 相当大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很难会 就除非到后期 或者说是你这边 可以练的人练的槽更多一些 我觉得是 一般我是不会学啊 不会说专门花时间去练一个 专门去做Haven任务的一个人 毕竟这个Haven任务 你是不太清楚哪个Haven 会出现相应的情况 可能像是一些这种比较 敌人力量比较高的一局 他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一些 但是呢 我是觉得我的精力 还是投入到主要的作战上 Haven任务还算是比较 占 占的比例还算是比较小的 这样就接着 接着扫就可以了 两天这就 这应该也是主线任务 这个地区的主线任务 这应该是解放任务的 任务练的第一步 那两天就真的是没有 太大做的一个价值了 六天 这种可以做一做 这是能一个抵抗人员 两个人员 三个人员 四个人 第四个人是一个新兵 第五人是一个新兵 等于是三个 三个Haven的人员 两个新兵可以可以做 收入时间是六天 这边还有两天 但是我要是放弃其他的队伍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小队 这是一个六人小队吧 人是有Ranger 有Assault 有Gunner 等于是放弃这个任务做这个 我觉得应该会更好一些 因为现在我这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我估计可能是放弃一下吧 Smashing Grab 是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任务 但是 就是作为初期的 等于你这个Haven人少的情况下呢 还是更多人会 从长远的经济角度上来讲 应该会更好一些 再我把这个任务做了 这个小队不会存起来吗 之前我已经出过的小队 之前带了什么 带了Grandeer 带了 应该是带了Gunner 还有Specialist 应该是没有 东西没有变啊 就等于是把人填进来 然后直接开始就行了 那这任务呢是五天八尾之后一摆 然后有六天的时间是可以 等于是不用不用担心 别的东西呢 就暂时先不管他了 其他的 这任务的九十八快好了 我先飞过来吧 九十九 现在是什么样子 swarming 还是说话比较 比较有挑战性的啊 这些任务呢 都是给Engineer 先到100了吗 这个到100了 等于是swarming等级 然后敌人的 readiness是normal 由于这个任务就是 我的小队人数很多 所以说我的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是在 在花些时间让他们潜入的话 好处呢是 我不太清楚能把这个 敌人的swarming等级就是 再降低 有没有什么就是 效率怎么样 但我主要是想让敌人的 readiness降低 等于是方便我的 shinobi去前行 这等于是值不值得 就是多花上比如说 一两天的时间 让shinobi更好前行 具体的情况 我目前不太清楚 可能是我四点时间 考虑一下吧 这期呢由于时间关系 就先落在这了 下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去做整个 我们这个战役中 第二个突袭DNHQ任务 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的 我们下期见